2014年到2016年 鄭文燦的第一任桃園市副市長就是邱泰山 邱泰山在2016年辭掉桃園市的副市長 跟鄭文燦告別之後就去幹了法務部長 所以鄭文燦出事的時候 邱泰山會不知道嗎 鄭文燦跟華雅科技園區的這件事情 我認為邱泰山應該列同案被告 因為他是副市長 他肯定在這裡面扮演了一定程度的知情 或者是共犯 應該要調查 只要你們犯法的紀錄 事實俱在 通通關起來 包括蔡英文 下一個就是蔡英文 我手上蔡英文犯罪的東西 關他個50年都嫌少 講到司法真的是會讓人非常生氣 來我們做個民調 認為賴清德該不該干預司法個案 如果干預的方向是對的 該不該干預 一 如果方向是對的 應該干預的 選一 二 就算做對的事也不能干預 總統就是不能碰司法 任何人都不能碰司法 即便看到司法人員作惡也不能碰 請選二 這兩種說法都有人支持喔 我是說真的喔 有人就是說 不能干預就是不能干預 不管對還是錯就是不能干預 你知道當初我們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的時候 我也蠻掙扎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王金平 柯建民這些人 確實是在關說司法 可是因為王金平 柯建民是平民百姓 我的意思是他們不是檢察官了 所以就不歸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管 如果他們兩個被移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我也肯定會辦他們 可是我只能辦檢察官 所以我只能看檢察官 你做的事情有沒有違法 雖然你做的事情呢 可能是對的 就你在抓小偷 可是你用了一種過當的防禦方式 你去做了非法監聽 你去做了非法監聽之後 還掛到立法委員 全部立法院 沒有分別的 全部監聽 這是錯的 這很可怕 這下去變希特勒 希特勒 Adolfo Hitler 做的事情也是對的 為什麼 他以德意之民族為驕傲 他從他的民族來看是民族英雄 他是民選的 而且是極高票民選當選的 問題就是他的手段是錯的 而且明顯的錯 明顯的侵犯人權 如果今天賴清德用侵犯人權的方式 對待鄭文燦 比方說 交代鄭文燦開庭的時候 故意把時間提早十分鐘 然後等三分鐘沒有到 退庭 通緝 那就叫做非法的手段 那就是蔡英文幹的事 就是黃偉 姚念慈幹的事 如果 他的手法是正確的 貪在陽光下 那沒有什麼不對啊 我唯一抱怨的是 不是偵查不公開嗎 鏡周刊怎麼好像 每天睡在檢察官的床上一樣 睡在那個女法官的床上嗎 為什麼所有的內容你都知道 偵查不公開 那請把這條劃掉 不要拿這個東西當擋箭牌 不要老百姓被告的時候 想要知道理由求告無門 叫偵查不公開 要整肅一己的時候什麼都公開 用媒體來審判他 這樣是不對的喔 這是整件事情上看 我看到最大的瑕疵 那鏡周刊這樣子鋪天蓋地的 獵殺 然後洩密 如果是賴清德做的 那我肯定也立潛責 我甚至覺得應該罷免他 如果是那些底下的司法官 或者地檢署 他們為了邀功 為了讓賴清德看 你看我整鄭文燦整得好棒棒 如果是這樣這些惡官抓起來 跟鄭文燦一樣 各有各的罪 好 我們來說2017年發生什麼事 2017年的時候 盛文燦收購500萬這個過程 華雅集團就是台宿 這裡面有幾個關係人 我見過面 那個90歲的楊先生 楊老先生 我在台視的時候 我在客家電視的時候 跟他在樓下的金車 那個Mr.Brown的咖啡廳 有人介紹我們 我那時候剛好下來 大家見了一個面 所以我印象中很深刻 好 這一些送錢的人 除了這位老先生之外 其他全部收押 結果當事人 收錢的人沒有收押 好 這個沒關係 大家慢慢論變 很多節目都在談這個 我就不談了 2017年 鄭文燦 但這個案子已經一文 監聽一文 就已經聽得這麼清楚了 結果為什麼沒事呢 我們來看這張圖 因為當時的法務部長 是鄭文燦的副手邱泰山 邱泰山呢 離開了鄭文燦的桃園市副市長之後 立刻轉往法務部當部長 邱泰山是2014年到2016年 擔任桃園市副市長 2014年到2016年 鄭文燦的第一任桃園市副市長 就是邱泰山 邱泰山在2016年 辭掉桃園市的副市長 跟鄭文燦告別之後 就去幹了法務部長 所以鄭文燦出事的時候 邱泰山會不知道嗎 鄭文燦跟華雅科技園區的這件事情 我認為邱泰山應該列同案被告 因為他是副市長 他肯定在這裡面 扮演了一定程度的知情 或者是共犯 應該要調查 不然他為什麼要包庇鄭文燦 他去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包庇鄭文燦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知欲知恩 你提拔我當桃園市副市長 所以你老闆的案子我就不辦 第二個就是極有可能 他們兩個共謀 怎麼沒有人想到邱泰山可能是共犯呢 再來沒結束 當時的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叫彭坤葉 你彭坤營啊 彭坤營啊 彭坤營啊 彭坤營 姓彭的喔 來 跟邱泰山當時是同學 所以這整個案子 內容通通攤在陽光下 監聽一文都有 陶檢 不起訴就是不起訴 你來咬我啊 鄭文燦的監聽一文 2017年就有了 監聽的一文 一文這個翻譯的一文是什麼意思 就是逐字稿啦 電話裡面講了什麼東西 每個字都寫下來了 我跟你講我見過 我看到了將近兩三公尺的監聽內容 所以立法院有很多人啊 政壇上的人啊 你們的電話裡面跟小三講了什麼 我全看到了 你們在裡面做了什麼狗屁找招式 我全看到了 當時我在當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 我在查柯建民 曾永夫 王金平 然後這些人的對話的內容 還有立法委員的其他人 全部一個字不漏 我今天要告訴在當立法委員的所有人 我給你保證 除非你沒有聲量 除非你不做壞事 不然的話你們一定被24小時監聽 不相信 等有一天出事人說 蛤 怎麼 我2017年就被監聽了 鄭文燦可能做夢都沒有想到 他2017年開始就被仔細的監聽了 最後為什麼放手 因為邱泰山去跟彭坤葉說 欸 這我自己人了 新潮流的 就這樣子 這個案子一直到2024年 賴清德上任之後 賴清德當然是俠院報復嘛 當然是打擊異己嘛 不用說了啦 可是我剛剛講啦 打擊異己 蕭媛報復 就跟努力賺錢一樣 那都是動機沒有錯啦 動機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今天一個人愛錢嗎 愛錢有錯嗎 愛錢是努力賺錢的動機嗎 愛錢是一個做好爸爸的必要條件 因為他才能夠養活一口人嘛 愛錢有錯嗎 視財如命有錯嗎 沒有錯嘛 你的目的是什麼嘛 如果你視財如命的結果 是要拿這些錢去 去詐騙更多的錢 那當然有錯啊 我視財如命的結果 是因為我要照顧 我周邊的親戚朋友跟家人 你有什麼錯 沒有錯啊 你今天俠院報復 你目的是要揪出那些貪官污吏 你今天碰到你的異己 你的政敵是貪官污吏 你用俠院報復的方法 去把它揪出來 繩之以法有什麼錯 所以你們這些在媒體上面罵賴清德的 你們莫名其妙 賴清德做很多事情我都批評 但我覺得 俠院報復打擊異己 糾舉犯罪 這三個字 對聯12個字加在一起 我不認為有問題 好 所以 我們應該要讓這件事情 繼續在政客之間的矛盾跟鬥爭中 獲取老百姓最大的利益 也就是說 可以啊 你們互相抖啊 互相鬥爭啊 鬥啊 只要內容是真的 只要你們犯法的紀錄 事實俱在 通通關起來 包括蔡英文 下一個就是蔡英文 今天可以講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慢慢講 我手上蔡英文犯罪的東西 關他個五十年都嫌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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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